第20章 信心的法则 彼得拥有这种度量的神的超自然信心 他在圣殿门口治好了一个瘸腿的人 当他的影子遮在人们身上时 他们就会得医治 他甚至使多家从死里复活 这些就是彼得的信心所产生的事情 注意他的第二封信写给了谁 彼得后书一章一节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 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 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彼得不是靠善行来获得这信心的 而是在他重生的时候 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得到的 和彼得一样 当你重生时 你得到了同样的宝贵信心 这是同一度量的信心 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 你最好把彼得后书从圣经里撕下来扔掉 为什么 因为彼得后书是写给那些 有同样宝贵信心的人 你没有信心问题 你已经拥有了神儿子的信心 然而为了看到彼得所做的超自然结果 你需要学习如何运用它 1968年3月23日 我在一次与主奇迹般的相遇中领受了圣灵的喜 很快 我经历了一种内在的复苏 并开始明白事情 激情和新的动力在里面升起 我开始看到一些人得医治 虽然我看到我祷告的大量人中 只有一小部分得了医治 但这比以前好多了 我的信心开始发挥作用 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但我还不知道自己有同意度量的信心 神儿子的信心 所以我寻求主 向他求更多的信心 更多的信心 更多的信心 在这个过程中 我变得很沮丧 然后神向我揭示了 我一直在与你分享的这个真理 这使我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我不再祈求主给我更多的信心 而是开始赞美和感谢他已经赐予的 我开始钻研神的话语 不是为了得到信心 而是为了更好的理解 我已经拥有的 以及他是如何运作的 通过研究在神的话语中的信心 我开始明白支配信心的法则 以及如何与他们合作 得救的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语来的 当你重生后 在你里面就有了神超自然的信心 因此作为基督徒 当你学习圣经 听到神的话语被传讲时 信心已经存在了 你只是在发现你被赐予了什么 以及如何使用它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彼得后书一章一节时 会受到鼓舞 你可以诚实地说 我拥有和彼得一样的宝贵信心 他有同意度量的信心 我有同意度量的信心 保罗有神儿子的信心 我也有神儿子的信心 彼得做的任何事我都能做 保罗做的任何事我都能做 耶稣做的任何事我都能做 荣耀归于神 彼得后书一章二到四节 愿恩惠平安 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 多多的加给你们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 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因此 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在得救之前 听到神的话语会给你带来信心 如果你愿意接受 你就可以因着神的话语带给你的信心重生 然后一旦你重生了 你里面就已经有了信心 这是圣灵的果子 但是阅读和理解神的话语 会让你知道你已经拥有的东西 神的话语教导你信心如何运作 使你能更完全地配合和领受救恩益处的彰显 你确实有神儿子的超自然信心 但因为这是他的信心 所以必须遵守他的规则 你不能用神的信心只去做自己的事 这不是你的信心 是他的信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 你在借用它 让这种超自然的信心产生效果的唯一方法 就是你按照神想要的方式使用它 从严格意义上讲 这不是你的信心 有些人说 我属于亲信会信心 其他人则回应说 我属于圣公会 卫理公会或长老会信心 就好像有不同的基督徒信心一样 然而以弗所书四章五节表明 只有一主和一信 神的信心 你不能选择以任何旧的方式相信 因为如果你相信错了 它就不起作用 你必须以神所要求的方式来使用这种信心 因为这是它的超自然信心 而不是你人的信心 神的话语提到信心的法则 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 既是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的了 用何法没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 乃是信主之法 虽然这不是罗马书三章的要点 但这仍然是一个真实的陈述 在你里面的神的信心是按信心的法则运作的 信心是按照神创造的法则来运作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法则一词的意思是 恒定的 没有波动或变化的 和普世的 这意味着信心对每个人都适用 在任何地方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运作 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 万有引力是恒定的 没有波动 也没有变化 而且是普遍的 适用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法则 例如 我在科罗拉多州依靠万有引力定律坐在椅子上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 你不能在中国做同样的事情 万有引力就是一个现象 而不是法则 为了使某事物被归类为法则 它必须以同样的方式 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大多数人不认为 信心是受法则约束的 他们认为神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只要他们求他并相信 他们不明白主对自己有某些限制 因此神的信心总是遵守这些法则 再一次 在遵循万有引力定律的自然领域中 这个真理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有人从帝国大厦跳下来会怎么样 神想看到他们死去吗 主在惩罚他们吗 不 但是他也不会为了救他们的生命 而暂停万有引力定律 神不希望人们受到万有引力的伤害和杀害 但是如果他们违反这个法则 情况就会如此 信心受法则支配 神这样做是为了你的利益 他不想让你死于疾病 财务失败 或者遭受精神和情感问题 然而 如果你不去学习信心如何运作 不与之合作 同样的法则 本来是用来祝福你的 在被违反时会杀了你 这是一个可谓的事实 神不能 因为他不会违反自己的法则 这不符合他的公义和圣洁的本性 神怎么说 事情就会怎么样 他不会因为我们的突发奇想 需要或无知 而改变他所确立的事情 神全心所爱的人死了 不是因为这是他的旨意 而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他的信心法则 第21章 信心说话 信心的法则之一是 你将拥有你所说的 真言18章20到21节 人口中所结的果子 必充满肚腹 他嘴所出的 必使他饱足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生死在你舌头的泉下 这是一个信心的法则 神凭信心说出事物 从而创造了世界 一切自然的物质 我们能看到的 尝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 感觉到的 都是用话语创造出来的 神的充满信心的话语创造了这个宇宙 并继续把它维系在一起 如果神违背自己的话语 他创造的法则 整个宇宙就会自我毁灭 为什么 因为天地万物是靠神活的 大能的话语维系在一起 神的创造是受法则支配的 神的法则之一 就是我们拥有我们所说的 话语有力量 我们说出话语 说话的能力反映了在我们里面神的形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将人类与植物和动物区分开来的特征 我们说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像神一样 因为言语有创造的能力 耶稣证实了这个法则 他对一棵无花果树说话 命令他死去 第二天早上 他的门徒们发现 一夜之间 这棵树就枯死了 在回应他们的惊恶时 耶稣宣告说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你们当信服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信心是由言语释放的 这是支配信心的法则之一 生和死 不只是生 都在你舌头的泉下 你若重生 就有神儿子的信心 因为大多数基督徒不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们不使用他 少数相信的人 仍然可能看不到他的正常运作 因为他们不明白和顺应 这些支配信心的法则 如果你的医生告诉你 你很快就要死了 你的话语会影响你所得到的结果 如果你知道神已经医治了你 你正努力去相信 你的话语将决定你的经历 根据你所说的 你会得到生命或死亡 如果有人问你怎么样 你回答 我要死了 医生说我只剩一个星期了 你这是在释放死亡 如果你开始计划你的葬礼 并向悲伤屈服 你就是在赋予死亡力量 即使你里面有神儿子的信心 他也不会被释放 相反 撒旦想要做的 就会通过那些死亡的话语 被释放 你的话语就是这么有利 你可能通过信心运动 或宣告运动 听到过这个真理的极端版本 有些人甚至把这个运动 叫做宣称并领取 或者说出并拿到 这一真理 你将拥有你所说的 在许多方面被滥用 如果有人说 养死我了 那些自封的宣告警察 会立即跳起来谴责他们 然而 罗马书十章十节 澄清了这个问题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意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只有当心和口在信心中协作时 宣认的才会成为现实 当人们使用养死我了 这样的礼语表达时 人们不会死掉的原因 是他们心里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表达方式很好 但是这些话并没有成为现实 因为这些话不是心里真正相信的 不管这个真理如何被歪曲和滥用 它仍然是一个真理 许多基督徒都错过了 神在灵里为他们提供的东西 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使用他们的言语 你必须学会说生而不是死 但仅仅说出你的信心是不够的 你还必须直接对山说话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大多数基督徒都忙于对神谈论他们的山 而不是对他们的山谈论神 山是你的问题 或者任何你想看到的改变 对他说话 不要说神啊 我生病了 请把这病从我身上拿走 或者天父 请把这笔债务清偿掉 这违反了这段经文告诉你要做的事 你在对神谈论你的山 对疾病说话吧 对你的账单说话 对你的抑郁症或任何其他问题说话 告诉他神已经让你自由了 然后命令他离开你 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明白 神赋予你的权柄 以及他是如何运作的 我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市服事期间 和一对夫妇同住 他们观看了视频 尼基 奥奇斯基 神迹的故事 这个关于恩典和信心的启示 如何帮助一个处于死亡边缘的十几岁女孩 得医治的见证 深深触动了那位妻子 他有一个朋友患有同样的病 于是他立刻邀请她过来 这样我就可以为她祷告和服事了 朋友一到 我就分享神的话语 并用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来反驳这位女士的错误想法 当她准备好祷告的时候 我命令所有的疼痛离开她的身体 然后砰的一下 疼痛立即消失了 她开始赞美神 但几分钟后 她说 我的腰后面还是火辣辣的痛 为什么她不和其他所有的疼痛一起离开呢 我和她分享了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并回答说 圣经说你必须对山说话 你告诉我你全身疼痛 所以我对疼痛说话 现在看这个我要对着痛感说话 然后我奉耶稣的名 命令灼痛感离开 立刻灼痛感消失了 而她在赞美神 我教她如何站在神的话语上 如果症状返回 该怎么办 然后二十分钟后 当她准备离开时 她说 灼痛感回来了 我告诉她 好 我刚刚教了你该怎么做 现在我要你祷告 斥责这症状 于是她祷告说 天父 我感谢你 医治我是你的意愿 你已经医治了我 因你受的鞭伤 我得了医治 我现在宣告我的医治 我站在神的话语上面 我奉耶稣的名 为此感谢你 对于一个不到一小时前 还认为是神 让她得这种病 来荣耀神的女士来说 这已经是一个 很好的祷告了 然而我知道 灼痛感没有离开 所以我问 你觉得怎么样 她回答说 灼痛感还在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你在对神谈论你的山 而不是对你的山谈论神 你没有对山说话 她问道 你是什么意思 你没有对灼痛感说话 你的意思是 叫他的名字 对他说话 是的 这正是你应该做的 对灼痛感说话 许多人认为 这是很奇怪的 但耶稣对一棵 无花果树说话 事实上 神的话语说 他回答了无花果树 除非是他先和你说话 否则你也不能回答 这就是为什么 当你的支票簿跟你说 神的话语行不通 你会失败 我又变赤字了 你需要回答 神的话语确实有效 他是全能的神 足够而且有余 支票簿 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 进入黑色 留在那里 你必须直接对你的山说话 这一次 他说 灼痛感 奉耶稣的名 说到这儿 他停下来 喊道 他消失了 他甚至还没说出命令 只是直接说出来 并用他在耶稣里的信心 砰的一下 灼痛感就离开了 这是这一原则 被实际应用的极好的例子 话语是重要的 你不能说死亡 气馁 失败 沮丧 然后期待得到祝福 这是醒不通的 为什么 支配信心的法则之一是 你将拥有你所说的 你不仅要相信神的话语 从口中说出 与之一致的话语 你还必须直接 对你的问题说话 并命令他 与神的话语相符 感谢神已经成就的事 然后命令你的身体 停止伤痛 你的财务运作正常 魔鬼离开你的境遇等等 拿起你的权柄去使用它 这是一些支配信心的法则 你已经拥有了神儿子的信心 你只需要学会如何使用它 一旦你明白了 它是如何运作的 并开始合作 你就会开始看到效果 神创造了支配电的自然法则 尽管人类直到不久前 才发现了电 以及电是如何运作的 但从一开始 电就一直在地球上 四千年前的人们 本可以使用电 但他们不知道电的法则 由于我们已经学会了电的法则 所以我们使用它 事实上 我们一直在使用电 而且电是可靠的 神并没有因为人的败坏 就拒绝赐给人电 大卫是一个非常敬钱的人 但他不知道电 摩西 基电 索罗门也不知道 正是他们对电 以及支配电使用的法则的无知 阻碍了他们获得电的益处 如果他们知道 他们就能获得 今天 人们伤害自己 并死去 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 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信心的法则 神并不与他们作对 只是神已经制定了 关于他的能力 如何流动的法则 而他们不合作 了解这些法则是什么 并将他们付诸实践 以获得你的益处 神不会为你改变所有的法则 他不会因为你跳下帝国大厦 就暂停万有引力 来拯救你的生命 而杀死数百万其他人 那不是事情的运作方式 找到支配信心的法则 并合作吧 到目前为止 我只论述了一些法则 大部分与说话有关 但还有很多很多 当你学习神的话语时 你就会看到他们 你会知道 耶稣鼓励人们 按照他们的信心形式 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行动是释放你信心的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还有饶恕别人等等 神的话语 在你重生的时候 带给你创始的信心 然后在你得救之后 他教你信心是如何运作的 如果你相信 使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信心 已经住在你里面 那么剩下的 就是学习如何与支配 他运作的法则合作 一个信心法则起作用的绝佳例子 一个患血漏病的女人 来到耶稣那里寻求医治 她只是摸了一下 她的衣裳下摆 血漏病立刻痊愈了 主觉得有能力 从她身上流出 便转身问道 谁摸我的衣裳 耶稣的门徒很惊讶 有许多人在她周围挤来挤去 但是这个女人的触摸 有很大的不同 她在信心中触摸了她 神的能力 立刻就流了出来 大多数人认为作为神 耶稣知道一切 所以当她询问 谁摸我的衣裳时 她只是在提出一个摄问 虽然耶稣的灵完全是神 但她活在肉身里 虽然这是一个无罪的身体 路加福音二章52节 却揭示了 耶稣的智慧和身良 并神和人喜爱她的心 都一起增长 耶稣在她的人的头脑里 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 我相信当她问 谁摸了我时 她的意思正是她所说的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耶稣不知道 是谁触摸了她 那么神的医治能力 是如何从她身上流出来 导致这个女人得医治的呢 想想看 大多数人认为 当我们带着请求来到神面前时 神会评估我们 根据我们祷告 学习神的话语 进食 生活圣洁 或其他许多的事情的多少 她要么同意 要么拒绝我们的请求 但这不是这里发生的事情 这个女人是如何领受她的医治的 她把信心的法则付诸行动 神的能力就自动流动起来 马可福音五章28节 因为她说 只要摸到她的衣服 我就必痊愈 这是神的法则 我们拥有我们所说的 她说 并且她领受了 这也是神的法则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这个女人按照她的信心形式 她不仅仅是说 要得医治 即使面临巨大的个人风险 她仍然按其信心形式 在那个年代 凡坏血漏症的都是不洁净的 他们所触摸的每个人 也都变得不洁净 因此这种不洁的人 必须避开人群 因为他们会玷污 他们接触的每一个人 这群人如果知道她的秘密 他们会用石头打死她 这可能就是她犹豫 要不要把她所做的事 说出来的原因 还要注意 她摸了耶稣的衣服下摆 当穿衣服的那位 被众人拥挤着时 你怎么去摸她的衣服下摆 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 这个女人可能是在用她的手和膝盖 在人群中爬行 为什么这很重要 这说明了另一个信心的法则 热切 你不能通过只是被动寻求 而领受神的事情 耶利米书29章13节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只要你没有得医治 还可以生活下去 你就会这样生活下去 但是当你变得激进热切 就像这个女人一样 你甚至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领受 你就会领受到 这个女人已经忍受了12年的病痛 她花了所有的钱 去尝试当时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 但情况变得更糟 没有人责怪她走自然路线 我相信人们给了她很多同情和怜悯 但如果她的朋友们知道 她想要做什么 在一大堆人中间接近耶稣 我肯定有人会告诉她 这太疯狂了 当我们让医生在我们身上进行实验时 这并不疯狂 我们允许他们 以会杀死健康人 并让我们付出所有代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 但当我们公开相信神医治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成了狂热分子 然而要从神那里有效的领受 就需要采取这种激进热切的态度 这个女人把一些信心的法则付诸行动 神的医治能力便自动的流向她 还记得电的法则吗 当有人打开墙上的电灯开关时 电能就会流出来 他们不必打电话给电力公司 要求发送电力 电力已经可用 我们只需要拿起授予我们的权柄 并命令能力流动 同样的 当有人接触带电的电线时 如果他们接地 电流就会流经他们 电力公司并不会评估他们 然后说 我会给他们一个教训 我要给他们的生命来一场电机教育 不 有支配电力流动的法则 这与个人无关 这就是神的方式 主不是医治一个人而拒绝另一个人 有法则支配他的能力如何运作 我们可以违反这些法则 错过神已经赐给我们的祝福 或者我们可以了解法则是什么 顺应他们 经历神所提供的丰盛生活 这取决于我们 人们在几千年前就可以使用电力 主不是最近才提供电力 正是人类的无知 缺乏具体的知识 使我们处于黑暗之中 我对无知这个词的使用并不是贬义的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个才华横溢的人 他发明了直升机和许多比他的时代 早几个世纪的东西 但他对电一无所知 同样 有许多优秀的基督徒 在许多方面都是真诚和非常敬虔的人 但是他们不知道神的信息法则 因此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他们不是坏人 他们只是不知道那些支配着神国运作的法则 从神领受不是关于他对你的感觉如何 如果这是唯一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是完美的 这是关于神想要我们每个人都从他领受 但是有一些法则必须得以实施 以便领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东西 是我们对这些法则的错误应用 真正在要我们的命 第二十三章 不信 抵消信心 仅仅因为你知道自己已经拥有神的信心 并不意味着 他会自动的在你的生活中产生胜利 你的不信将会抵消和阻碍信心 直到你摆脱他为止 你的问题不是缺乏信心 而是太多的不信 耶稣和他的三个门徒上了变相山 耶稣得了荣耀 他们就看见摩西和以利亚与他说话 这事以后 他们就从山上下来 到了众人那里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 跪下 说 主啊 怜悯我的儿子 他害癫痫的病很苦 屡次跌在火里 屡次跌在水里 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 他们却不能医治他 耶稣说 哎 这又不信 又被谬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这个人把他的害癫痫的儿子 带到耶稣面前 马可福音九章十七到二十二节 显示这种哑巴鬼导致的暴力发作 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癫痫病很相似 父亲先把他的孩子带到门徒那里 但他们没能把鬼赶出去 耶稣不高兴 注意他的反应 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哎 这又不信 又被谬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今天在基督的身体里 没有很多人在神超自然的能力中运作 我们没有看到很多鬼被赶出去 或很多人得医治 整体而言 教会似乎无力赶鬼和治病 基本上 基督身体的大部分都是这样找借口说 嗯 我们只是人 我们祷告 求神来做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事情发生 那是因为神掌管一切 这事一定不是他的旨意 或 那些事情随着使徒们的过世一起消失了 我们提出所有这些不同的教义 来为我们的无能和无效辩护 耶稣没有这样回应 如果他像一个敏感 多愁善感 感觉至上类型的当代传道人 他会说 各位 对不起 我不应该在山上变相 与我父亲交谈这么久 我让你们独自处理 超出你们能力范围的问题 毕竟你们只是人 原谅我 对不起 我现在在这里 把那个男孩带到我这来吧 耶稣没有那样做 相反 他很生气 大声斥责道 这又不信 又被谬的世代啊 不应该是这样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要在这里做这些事到几时呢 耶稣一直在训练他的门徒 他已经赐给他们赶鬼和医治病人的权柄 他们本应该能够处理这件事的 所以耶稣实际上是在说 各位 这是不能接受的 你们是不信又被谬的 不应该是这样 虽然我说这话是出于爱 但我祈求这话能被人记住 并产生其影响 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信仰是不信又被谬的 教会应该有对这世界的答案 但我们没有使用我们所拥有的 神已经给了我们一切 但我们没有释放他 我们无能力又无果效 大多数信徒只是简单的降低标准 说神迹和超自然力量 与一世纪的教会一起消失了 那些人寻求神迹的方法是祷告 神啊 我们请求你这样做 而不是领受神已经完成的事情 拿起他们的权柄 命令并使之成为现实 这扭曲了主的本意 耶稣对门徒的回应今天对我们也一样 这是错的 这不是我想要的方式 人们应该能够到我们这里来得医治 释放和祝福 但是当病人今天来到一个典型的施工者面前时 施工者会把他们送到医生那里去 穷人被送到政府或其他社会救济机构 当精神或情绪不安的人请求帮助时 他们就会被送到心理医生那里 不应该是这样 神的答案在神的话语和基督的教会里 我们不应该把人送到别的地方 基督的身体在这方面确实失败了 这就是没有更多的人归向基督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会没有把神描绘成一个能解决生活中所有问题的神 典型的教会只会处理永恒的问题 而把现在的问题留给人去解决 人们看不到教会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 这不应该 与耶稣遇到患癫痫孩子时的情况相比 今天的情况并不会令他更高兴 马太福音17章18到19节 耶稣斥责那鬼 鬼就出来 从此孩子就痊愈了 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 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 因为耶稣已经赐给他们胜过魔鬼的能力 马太福音10章1节 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 给他们权柄 能赶足乌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们不仅已经拥有了看到被鬼附的男孩 得释放的所有能力